雪中市拉秧旧批发公事普渡工会 今天举办一场新春大团办活动 但是却因为庙宇搬迁问题 而差点爆发了肢体冲突 是的 据了解这座庙宇 因为窄机场计划 必须在28号之前搬迁 不过发展商在还没到搬迁期限的今天 阻止他们举办这场活动 结果出动的警方到场维持秩序 索性 活动最后还是顺利进行 该庙宇主席何亚才指出 他们在去年的8月就已经申请新地契了 但至今迟迟没有下文 再加上新庙宇还没建好 因此他们希望当局可以接受他们的要求 也就是延迟搬迁庙宇 市拉秧旧批发公事普渡工会 今天举办新春大团拜 但原本喜气洋洋的活动 却发生了庙方和载机场发展商之间的小插曲 双方差点酿成肢体冲突 必须出动警方到场维持秩序 据了解 庙宇因为在机场计划 而必须在28号之前搬迁 但载机场发展商 今天不允许庙宇在发展空地举办活动 才会导致这场闹举发生 我们虽然这个地方批准给发展商 不过我们还有到这个业委才可以要求我们搬迁吗 日期还没有到我们有权力在这里摩拜的 所以我不了解为什么发展商坚持 坚持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摩拜 警方最后检查几名知识者的身份证 但没有逮捕任何人 不过该工会主席何亚才表示 由于新庙宇并还没完建 因此多次致函有关当局 希望可以延迟搬迁 直到新庙宇建好 何亚才更指他们去年8月7号就已经申请新庙宇的地契 当局更指将在6个月后发放地契 但现在过了期限 他们迟迟还没拿到新的地契 让他们的搬迁计划陷入窘境 受邀成为活动嘉宾的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承诺 将和公众党副主席蔡天强处理延长搬迁的课题 赢得在场礼事的掌声 这个延长搬迁的就交给蔡天强跟我处理 没事没事 除了林立盈和蔡天强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刘华财和万劳周议员蔡伟杰也是活动的嘉宾 这场大团败原定在早上11点举行 但因为受到干扰 导致活动必须提前到早上10点举行 活动最后在一片欢愉之下顺利进行 NTV7综合报道